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 每周一杂又来聊 喜欢看这个系列的 老铁门聊聊聊走一波 也欢迎给豆姐加关注 传点赞小伙见 名字叫做凯尔西 DUNHAM方杰之主 当杰小伙伴说 想要看恐龙做客杂话题 那必须 把他们一家老小全都请来 那这一次的战队 是有名字叫做 戴墨变形人 摘星 当杰小伙伴推荐的蘑菇战队 杰龙你这样做没朋友 我讨厌你 哎呀真的是 这帮恐龙是不给 橡水蘑菇就捣蛋的 想还来个加速 霸王龙是饿了吗 雀母龙也忍不住 展示他的 佛山乌云角了 哎 剑齿龙你怎么回事啊 天使打一般几样 是不见你这么积极 哼 这俩巨人这可咋着啊 这哪个植物能顶得住啊 这又来个加速 这几只恐龙 如果没有橡水蘑菇 那就是猴猫鱼 如果有了橡水蘑菇 立马变成小绵芽 橡水蘑菇快点来吧 可别像上次 咋半天没咋出来一个 哎 最把好 快点 先把中间三路 先给他魅惑一下 也该让赃士们 尝尝恐龙的厉害 再给他们来个毁灭菇 下面来个异龙 给他来个蘑菇 哦 他叼的是三爷 就上面这个剑齿龙没魅惑 结果他就开始捣乱了 真是太讨厌了 这俩巨人这让我拿啥打呀 逆时草还没好 这几只恐龙 都已经魅惑成这样了 我得撑住 咋出来植物就当炮灰吧 撑到逆时草好 哎 大家看这甲龙要推着普章 前会被迅猫龙就躺住了 最好再撒开一个香水蘑菇 说来就来 把上面的剑齿龙 给他魅惑一下 哪里 不是吧 剑齿龙你带我玩的 刚要魅惑你 你撤退了 我晕 我还指望着你 帮我揍这两个侏罗纪巨人呢 结果 就靠两个魔术狐 一个暴子狐 能撑得住吗 这剑齿龙 一定是内鬼 中路的三爷 有甲龙 S路的诸国纪巨人 看看有霸王龙 非独上路啊 这啥啥也没有啊 这可咋着呢 要是暴子狐 能把龙虎残尸 也变成暴子狐 就好了 至少还能 延缓一下 残尸的脚步是吧 咱还能等等腻石草 现在连炮灰都没有了 诸罗纪世界里这几只龙 大家最讨厌谁的技能啊 之前呢豆姐还盘点过 这几只龙的克星 你们还记得吗 没看过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翻一翻 看一看 先把甲龙给魅惑了 省着他一下就把 杖石整前面去了 微念姑姑先来一个 给他们来个下马威 香水蘑菇赶紧魅惑 诶 甲龙今天很给力啊 这都已经够走几个杖石了 霸王龙吃的也挺香 再有香水蘑菇 一定要魅惑剑齿龙 不能让他光看戏 不干活 也得运动运动不是 哼哼哼 众路都是普疆的罐子 给他砸开 让霸王龙和甲龙继续工作 我天 薛魔龙竟然没抢过甲龙 你敢信 这一个大喷菇 哪顶得住啊 放个魔术菇 当个炮灰吧 太好了 来两个香水蘑菇 赶紧把这两个剑水龙 给他魅惑了 你吃草 我现在就等你了 一切都是刚刚好呀 一楼怎么又叼个三爷 他就看上三爷了 是不是 对吧 这几只龙都能搞定吧 不用我操心了吧 下面的剑水龙 赶紧拍 你看 上面的三爷 又被一龙叼走了 真是心疼他一秒钟啊 真是多亏了这几只龙啊 会让这猪罗 这几只人披草肉后 咋揍啊 大家还有什么 好玩的创意啊 欢迎给豆姐留言 那这一期杂话评 就玩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咯